一年一次的卓西乡新春杯排球锦标赛 即将从2月27号展开 每年办理新春杯球类运动当中 排球项目是大寿乡内年轻人的喜爱 长期以来各村都在推动排球运动 乡公所更是在5年前办理了新春杯球类竞赛 比赛就要到了 各村更是在每天的晚上来训练 希望能够打出好的成绩 一年一次的卓西乡新春杯排球比赛 即将在2月27号举行 每一年办理新春杯球类运动当中 排球项目是大寿乡内的年轻人喜爱 长期以来各村都有在推动排球运动 乡公所更是在5年前办理了新春杯球类竞赛 比赛就要到了 各村更在每天的晚上训练 希望能够打出好的成绩 排球运动获得各村热烈回响 这项老受嫌疑的运动 不仅吸引老人家热情残忧 其中不乏老人家也老当益壮 与参赛的选手较劲 充分了展现出运动员的精神 各村男女排组队共享胜职 新春杯球类竞赛第一场是在2月15号的综合球类竞赛 慢速类球赛 虽然寒风信与赛事高潮叠起 选手的球季高超 观众热情的呼喊 紧接着2月27号要展开的排球赛事 各村摩拳擦掌叙事待罚 记者高松双卓西乡采访报道